一夜过后 又是在一个寒冷的早上 连长下达了第二轮考核的课目 第二个设计内容 对运动目标涉及 在50米的距离上 我们设置了 搬运弹药箱和铁丝网 两个项目 目的就是增加射手的 体能复合 从而压大比武的难度 15发弹 2分30秒 设计完毕 命中4发为格格 5发为良好 6发为优秀 在战场环境当中 敌人不可能像靶子一样 原地站着 等着我们去打 所以我们把靶子 制成移动靶 来考验射手 对运动目标涉及的能力 对体能方面 确实不是自己强项 因为在刚来部队的时候 这就是个小胖子 体重那时候有180斤 刘瑞嘉第一个上场 就在他即将通过铁丝网的时候 却出现了一个失误 在那个过铁丝网的时候 然后创头了 因为当时 有一点点梦 这次意外 让刘瑞嘉乱了阵脚 慌忙通过铁丝网后 他却迟迟没有登车 准备射击 我估计以我的经验 他因为刚才 那个体能消耗太大了 这时候我估计在调整呼吸 因为那个运动量大 呼吸这个非常急促 这时候根本又瞄不了目标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当刘瑞嘉赶到设计点位后 仍然没有激发 胸口的起伏 会对你的瞄准景况 造成一个影响 其实未激发 也是在调整自己呼吸 他自己达不动目标 我感觉还是比较惊险的 我们底下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30秒 当时听到最后30秒的时候 自己心里其实也是 开始有点紧张了 然后还需要精准地 对一个移动目标进行设计 所以说也是非常困难 最后30秒 刘瑞嘉能调整好呼吸吗 要想进击 必须要命中移动靶 至少五次 他到底能打中几次呢 快速完毕 我们现在跟随连长去验一下吧 看看究竟他的设计成绩是怎么样 这是腹部的 两发 下腹部 大腿 三发 手臂 四发 还是小臂 尾端 勒弓是五发的 那这个成绩算是 良好还是优秀呢 按照大纲标准 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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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